第281集 河底之下 张叶稳稳地站在一块巨石上面 在他的周围密密麻麻围满了凶兽 这些凶兽每一头的实力都比普通的半部真道高手强悍 每一头都有着古古怪怪的本事 他们现在紧紧地围着张叶 一只只锋利的爪子 一张张血盆大口 一条条立刻平山的粗大尾巴 齐齐地朝着张叶发起攻击 张叶在河底折腾了这么久 已经激起了怪兽们的凶性 上百里的怪兽都齐刷刷地赶过来 疯狂地攻击着张叶 破山斩 破山斩 破云一刀 破云一刀 在这种时候张叶再也不敢保留 他体内的天河正气奔腾不休 一道道金色刀钢 从神秘刀尖上发出来 河底被刀钢划出一道道真空 刀钢撕裂河水的声音不绝于耳 破破破破破 张叶的刀钢凝炼得就像是石质 杀伤力大的可怕 金色的刀钢过出 一只只怪兽的爪子被斩断 一根根怪兽的尾巴被斩断 一头头怪兽的脑袋被斩飞 河底是一片的血红 怪兽的内脏 脑袋 爪子 尾巴 四处都是 混乱到了起点 河底里的怪兽们 被张叶这么一轮斩杀 更是有些慌乱了 张叶这一通斩杀 足足斩杀了一百多头怪兽 饶使这些水底怪兽再凶悍 也不禁地动摇了起来 就在这些怪兽 想要逃跑的时候 河底远处突然传来了 求生古怪的叫声 叫声洪亮 而威严 震得河水都咆哮不止 河床都大大的晃动了几下 那些将要逃跑的怪兽们 听到这声威严的声音 当时双眼变得通红 朝着张叶发起了疯狂的攻击 嗯 张叶心里微微一惊 寸道 刚才发出声音的 不知道是什么怪兽 这声音里面 隐隐蕴含着威严 就像是一个君王一般 看来肯定是这条河里的霸王 心里虽然暗暗吃惊 但张叶脚下却是寸步不移 他手里的神秘刀尖一次次地挥出去 强横的刀杠疯狂切割 将进攻的怪兽一一杀死 怪声 再一次响起 张叶只感觉到河底突然之间一静 所有的怪兽都纷纷地退到了一边去 下一刻 一头浑身壁青 长达五百丈的可怕怪兽 陡然地出现 如若实质的气势 牢牢地锁定了张叶 一种冰冷冰冷的感觉笼罩了张叶 张叶的精神力量全力展开 眼睛不由瞪得老大 他的嘴里喃喃地吐出了四个字 一种蟒蛇 原来 这条突然而来的怪兽 正是一条身躯庞大的蟒蛇 这条蟒蛇身躯只有五百丈长 但它却有着九个头 身上发出来的气息 比起蟒蛇大则的那条千丈巨蟒 还要可怕 十丈为蛇 百丈为蟒 千丈为骄 万丈为龙 这条九头蟒蛇 它的身躯 虽然只有五百丈 但它乃是变异的九头蟒蛇 实力堪比蛟龙 一条刚刚进阶的蛟龙 都相当于一个真道高手 也就是说 张叶眼前的这一条九头蟒蛇 实力绝对不低于一个真道高手 老天哪 不就是来河底打杀几个怪兽吗 怎么会引出如此可怕的怪物 这条河只有区区八百丈宽 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怪物 张叶的头皮一麻 体内被暂时封印的远古龙里 陡然涌出来 一股远古巨龙特有的围牙 突然出现 九头蟒蛇正欲进攻 突然感觉到张叶身上 散发出来的远古巨龙气息 九个脑袋 瞪时 吓得同时滴下去 冰冷的眼睛中露出疑惑的神色 九个脑袋同时滴叫 似乎在互相地询问着 张叶心里暗喜 他慢慢地移动着身子 朝着河面而去 这条九头蟒蛇乃是天生意种 实力堪辟真道高手 以张叶现在的实力 根本就不是对手 趁着九头巨蟒被震慑的时候 悄悄离开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张叶的想法很好 但他还是低估了这头九头巨蟒 他的身子上升到三十丈的时候 九头巨蟒突然回过了神来 他九个脑袋上的嘴巴同时张开 发出了九声巨吼 随着这九声巨吼 张叶感觉到一股玄妙的力量掠过全身 随着这一股玄妙的力量 张叶身边的河水一宁 哗哗流动着的河水突然间静止 柔软的河水就像是山一般重 刀一般锋利 张叶的脸色大变 心里暗叫 控水之术 这是控水之术 这条九头巨蟒 它的控水之术 比我还要厉害十倍 和它在水底下战斗 简直就是找死啊 张叶骇然之下 全身数百万斤的力量轰然爆发 整个人就像是一条蛟龙一般 直直地朝着水面冲上去 九头巨蟒目光之中出现兴犯之色 庞大的身形就像是箭一般的游动 直直地朝着张叶而去 远古龙力对于九头巨蟒来说 虽然有着极大的威慑之力 但是张叶身上的远古龙力太弱小了 根本无法压制这头凶悍的九头巨蟒 九头巨蟒害怕远古龙力 但却又对远古龙力垂涎欲低 它乃是巨龙的后代 如果能够获得张叶身上的远古龙力 进阶的速度将会大大的加快 实力也会大大的增强 它现在已经将张叶视为猎物 绝对不会让张叶离开的 一阵阵玄妙的力量 从九头巨蟒的身上发出来 随着这种玄妙的力量 九头巨蟒的速度更加的快了 而张叶身边的河水更加的坚硬沉重 张叶就像是在石头之中 即使他有着几百万斤的力气 也无法快速地移动 三百丈 两百丈 一百丈 九头巨蟒迅速地拉近距离 眼看就要冲到张叶身边了 这时候一直苦苦挣扎在河水里的张叶 眼睛突然的亮了起来 他的目光之中闪过一丝喜悦之色 喜悦 没错 就是喜悦 张叶一直苦苦领悟着水的奥妙 得到了远古龙利 又和徐黎琪琪交流了一个月之后 他对水的奥妙领悟得越来越深 但张叶修炼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他有很多的东西没有贯通 像徐黎琪琪领悟到的包容之力 张叶就没有完全掌握 现在 这条九头巨蟒为了吞噬张叶 他发出了一种奇妙的力量 牢牢地控制了大河的河水 张叶的悟性极高 对水的领悟也颇为精神 这条九头巨蟒的控水力量一发出来 张叶立即从这股力量之中 领悟到水的种种奥妙 给老子分 领悟到了水的奥妙之后 张叶控制水的本事 更是厉害了百倍 他的双手朝着头顶一扫 一股玄妙的力量陡然发出 张叶头顶的河水 突然被一种奇妙的力量分开 露出了一片蓝蓝的天空 张叶迅雷身法全速展开 在九头巨蟒来到之前 周然跃出了河面 然后施展出破云一刀 整个人就像是一柄虚空飞行的刀 远远地落到岸上 九头巨蟒 见到张叶逃跑到岸上 心有不甘之下 发出了阵阵的怪叫 但却没有追来 他似乎忌惮着什么 连岸边都不敢接近 只是在水面上不停地游液 见到这一条九头巨蟒离开了 张叶松了一口气 他体会着刚刚领悟到的东西 目光之中全是兴奋之色 我现在终于领悟到水的包容之力了 水的包容之力无处不在 人类身体中有骨头 筋络和肉 使血液将这些东西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形成一个妙诀的循环 树木有树根 树干 树枝 树皮 果子 花儿 正是水的包容之力 将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 我现在领悟到了水的包容之力 必然可以将体内的远古龙力 远古象力和远古凤力融合到一起 形成属于我自己的力量 张叶迫不及待地盘坐下来 一种奇妙的力量 迅速地将远古龙力 远古象力和远古凤力融合到一起 张叶体内的天和正气越来越强横 七成九 八成 八成一 九成 九成五 终于 张叶的身子陡然一阵 缓缓地张开了眼睛 目光就像是两道刀钢一般 远远地射出去 将石杖外的一块石头烘碎 张叶陡然起身 嘴里哈哈地一笑 好好好 三种远古力量 竟然整合了九成五 再将剩下的半成整合完毕 我就要进入到真道去了 你现在我的实力 就算是对手再强悍 我也是丝毫不惧 九声怪叫 从大河上面发出来 张叶朝着大河一看 之间 那么可怕的九头巨蟒 居然仍然在水上面游掖着 并没有离开 看着这条微风凛凛的九头巨蟒 张叶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意 他顺利地拿起神秘刀尖 朝着大河一挥 一道长达千丈的金色刀钢 裂空而出 重重地斩向九头巨蟒 九头巨蟒万万没想到 张叶竟然能够发出如此可怕的刀钢 大意之外的他 身子瞪时被刀钢 狠狠斩中 痴痛之下 九个脑袋同时地呱呱大叫 迅速地沉到河底 看着狼狈而逃的九头巨蟒 张叶忍不住哈哈一笑 咚咚咚 咚 张叶的笑声刚刚落下 三声尘雄有力的鼓声从天边响起 碧云宗的入门大赛即将开始 张叶紧紧地跟随着人群 急速朝着一个方向掠去 一个时辰之后 张叶终于来到了一个巨大山谷的外面 这个山谷四面八方都是高耸入云的峭壁 其中南面西面和北面的峭壁 开凿成无数个细小的石阶 这些石阶之上已经密密麻麻地坐满了观众 张叶略略地估计了一下 绝不少于三十万人 在山谷的谷底 是一片方圆十里的平坦地面 上面从起了五十座擂台 这些擂台统一是一百丈方圆 整个擂台都泛出一种淡淡的紫色 远远看去一股肃沙凛冽的气息扑面而来 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 就心潮澎湃血脉奋章 见到张叶站在山谷的外面 一个直视模样的人迎了上来 说道 你是来参加入门赛的弟子吧 把你的身份预牌拿出来 我们给你简录一下 再确定好你的号码 张叶将身份识别玉牌递过去 那个直视模样的人拿过玉牌 随手在一块白玉台上一印 旁边的一块水晶瓶上面 邓氏将张叶的信息显示了出来 看了一眼张叶的资料 这个直视微微惊奇地说道 诶 你居然是神奇之地的人 旁边的人见到张叶的资料 目光之中都露出了一丝鄙视之色 直视手指一扫 张叶的玉牌里面 邓氏多出了两行资料 入门大资编号 588号 入门大资座位 东面44444号 直视将玉牌递给张叶 说道 凡是参加大资的人 都有一个编号 你在这次入门大赛之中 编号就是588号 等一下我们会根据编号 随机抽取对手 你要仔细留意天空中的水晶屏幕 好了 现在你可以进去寻找你的座位了 山谷的南面 西面和北面 供观众座 而东面则是供参赛的弟子座 其中 长老和直视级的大人物 和50个种次选手 坐在前面去 其他的参赛选手 只能是坐到后面去 张叶本来以为 他的座位肯定是很偏僻 但是 出乎他意料的是 他的座位 处于第七排十阶的中间 离擂台不远不近 坐在这个位置上面 50个擂台的战斗情况 尽收眼底 绝对是一个好位置 刚刚在座位上坐下来 张叶就听到一阵排山倒海般的 欢呼声 从四周的石壁上传出来 数万人 齐齐地呼喊 如若实质的声波 在山谷之中 回荡着 整个山谷 都颤抖起来 发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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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一边高声叫着 一边勤勤地 叮住了入口处 张叶朝着入口处看去 只见 一个身长九尺 大鼻阔口的年轻人 大步行了进来 此人身上如若实质的气势 冲天而起 走路之间 呼呼声风 每行走一步 地皮都震颤一下 张叶旁边的一个年轻高手 倒抽了一口冷气 说道 此人就是发苍天 实力排行榜上 第五十三的人物 此人手里 一根紫黑杖 有着遗山平海之位 乃是年轻一辈 高手之中的佼佼者 此人的实力 并不在种子选手之下 只是 他一向比较少出手 战绩比较少 排名 才跌到五十名以外的 张叶点点头 表示同意 这个发苍天的修为 已经到了深不可测的地位 即使是张叶 都无法看透 单单从这一点看 这个发苍天 就值得重视了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